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全世界有这么多美术学院大量的产生很多艺术从业者设计人员还有艺术家其实也不少 好像我以前读书在还没扩招之前 我先说说我是中国美术学院扩招的第二批 因为是00年开始扩招的 然后我是01年进到大学就广州美术学院的本科原来是副中 所以我是亲身经历看到这个情况的出现就是好像以前说到一个美术学院里面 学生可能就是一百几十人 一个系可能就是一二十人 像我读的雕塑系 五个人十个人 有些年份还是没有招生的停的 人是这么少的 然后出来的艺术家可能也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里面才有一个两个是生命 但我到了我进学校的时候像我的雕塑系就是一年就是五十个人 油画系几十人后来就更多 然后专业然后也不断的在分支 一个雕塑系又分了什么公共雕塑专业实验雕塑专业什么什么的专业一大堆 油画系呢就从一个班变成了多少个工作室的时候 又不停的在扩造反化系也是分了不同的专业 国外呢这方面呢就相对迟一点 我到了国外读书的时候 1956年的时候很多美院我去报考的时候 他们也只是维持一个年级也就是二三十人 非常迷你的一个学校 都是多么顶级的巴黎 博力美术学院 多牛逼的学校 整个学校瞎起来都不够一百个人 连老师 甚至有些学校听说 他老的学校出名的学校老师比学生多 反过来 有这样的情况 但现在也慢慢慢慢的都都在改变了 全世界的这些学校都在扩造 艺术学校都在扩造 但问题是可能设计就是艺术周边的学生 可能会多一些能够就业能够找到工作 因为他是属于某种服务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但是对于纯艺术专业来说 能做什么 他最后还是要走上艺术家这个道路 但是问题就是艺术家能有多少个成名 这个就是很惨的一个状况 这个问题的确很纠结 但是我想要把几个意思我想要讲清楚 第一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你幸运 就是说我还至少在大学年代 研究生年代还是属于精英教育 所谓精英教育的意思很简单 1978年3月份我到广州美术学院游化系的时候 老是比去那么多 那时候也是这样子 那一期三个班36名 雕塑系十个人我们班16名 另外十个人是公益去逃死他 第二年我们就没招生 所以广州美术游化系没有其他起 下一个班就起九级 也是十来个人 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还享受了这种长寿 精英教育 精英教育的好处是什么呢 老师对每一个学生有分析 比如说对我同学有一点阅读量 文章写得也不错 他尤其数写还得好 所以这个学生就有可能以后会有某种创意 文和画结合得很好 另外一个学生他是数秒还得好 那个又是什么还得好 就是说这个老师说起来到今天我都很感动 他们都会跟你说你当年的特点 当你们没有精英教育的时候 怎么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老师讨论你有什么特点 针究这个特点会如何如何 我们那时候讨论的最多就是实际出路的问题 因为除了杨老师说的这一点以外 当然老师也面对另外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时候就是关于整个学科转型的问题 比如说好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就是 老师很容易抓到学生的特点了 因为他在原有的那一套教学模式基础上 但是到了我们那时候说的不好听 我们那时候有些老师还不知道什么叫装置 就很奇怪了 他搞不清楚装置跟雕塑的区别在哪里 在当时但现在当然这个概念也在转换了 然后呢抽象的跟写实的 他也搞不清楚他就觉得抽象不就是变形了 所以也有很多这样的误区 所以呢他就会堕入了一种无法评断 无法判断你这个学生该往哪个朝向去走 你的解释技术好可能往这个方向走 你的这方面好可能往那个方面走 搞不懂 这个问题也很现实的 就是说除了我们那个时候有精英教育 当然我们那个时候艺术生少 这个出入国家包所以似乎好像没那么严重的问题 但是比如说我们那个下一个班七八期的版画系 全部留下 哇这么厉害 全部的十个人全部留下 那多少个才十个人 十个人 十个人全部留下 我们班全部走 那也很多 所以我们班这个搞了好像大家都很有意见 但是后来也通过考验人生回来一半 回来在没有出国的留在这里的 后来都进了大学当老师 到了里面的时候 以前研究生也是包分配吗 研究生全部留下 不是包分配 全部留下 我们本个甚至留下了 还横换研究生是吧 对 所以那个年代也是的确是从事艺术的人是相对少 相对少 机会比较多 国家也包 我们那个时候也创作的路子也比较单一 趣味变化没有那么大 到了你们那个时候趣味变化很大 趣味变化很大呢 老师面了一个重荡危机 第一就是他可能在艺术方面的感受力和知识还不入学生 以至于我有一段时间可能我后来搞艺术理论研究 或者艺术史的一些研究 阅读量稍微大一点 我油画系的同学就是不是拿我到油画系去 他们试下跟我说 你去对付那些同学 那些学生 他们问我呢 说坦说话 我跟你说直话呢 他们问我有些东西我也搞不懂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我搞不懂 不能丢脸吗 你跟我去对付 我去对付了好多次这种 目前为止好像还能够对付啊 就是说 因为我毕竟 不是我特别厉害 是我后来学的是艺术理论和艺术事情 看东西比较多嘛 是吧 这个趣味变化幅度很大 而且呢 这个艺术呢 也由原来的那种我们所以为的神圣感呢 开始往下走 社会上从事艺术的人多了以后呢 也提供有个问题 我就经历了这个转变以前 就觉得哇 艺术以后肯定大师啊什么 我记得我在九十三 后来完全这个就消灭掉了 这个想法 我在九十三再读过一个美国人写的文章 名字忘了 文章内容就是这样 题目大概叫做艺术过剩 有这样的文章 我记得有这样一篇文章 艺术过剩 意思就是说 今天那个艺术学院培养的艺术学生 和从事艺术这个行当的人 其实是严重过剩 而不是不足 你严重过剩呢 那就留下一大堆过剩的问题 是吧 留下一大堆过剩的问题 那么其中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就是出路 今天其实在中国 美术学院学艺术的学生 他们也在想出路问题 所以那些聪明的人 有耐心的人 很早就觉得要进入市场的人 无一例外 他们要学写诗 因为对于大部分的所谓 藏家或者爱好艺术的人 他们就看中写诗 有艺术气质的人 有某种财气的人 调背导弹的人 有创意的人 他们一定不写诗 这个在每月就开始分野了 很有意思啊 这个分野 到目前也是 我的观察我觉得很有意思 当然了 最后的结果是那些写诗的人 他们就 当中就有人很能赚钱 这个几百万 一千万 然后价钱放到那个地方里 好不好你都好像要想一想 你说那样话不好吗 他自不买卖 嗯 你别说这不说实际价钱呢 就好像现在网络时代吗 讲到Instagram上面 我也留意了 你只是只要有一定写实基础能力的 这样的艺术家 你发的作品发上 那个Instagram上面 社交网络上面 他的那个点击率跟他的粉丝 就高了 绝对比那个成抽象的表现主义的艺术家 要高很多 何况 何况 1910年抗力世界画出第一张抽象画 到今天也一百多年历史 嗯 我在想 今天抽象画算什么前卫呢 那当然 不是吧 算什么 他也是一个时间段 他你还领个什么 他领个什么潮流呢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艺术过剩 艺术学员还要培养学生 学生还要寻找初误 学生的问题就是我先赚钱还是先画画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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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